习近平说 海洋对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海洋的和平安宁 关乎世界各国安危和利益 需要共同维护 倍加珍惜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 渴望和平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新安全观 平等相待 增进互信 加强海上对话交流 深化海军务实合作 走互利共赢的海上安全之路 携手应对各类海上 共同威胁和挑战 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 习近平指出 当前 以海洋为载体和纽带的 市场 技术 信息 文化等合作 日益紧密 中国提出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就是希望 促进海上互联互通和各领域务实合作 推动蓝色经济发展 推动海洋文化交融 共同增进海洋福祉 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一道 为促进海洋发展繁荣 做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表示 我们要像对待生命一样 关爱海洋 中国全面参与联合国框架内 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 制定与实施 中国海军将一如既往 同各国海军加强交流合作 积极履行国际责任义务 保障国际航道安全 努力提供更多海上公共安全产品 泰国海军司令 乐参海军上将 代表来华参加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成立70周年 多国海军活动的 各国代表团团长 对习近平主席波荣会见 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 坚信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倡议 必将推动各国海军携手合作 为维护海洋和平与繁荣 做出时代的贡献 会见前 习近平同出席海军同意70周年 多国海军活动 外方代表团团长合影 可求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推动 特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